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红片七步》的节目 今次就想和大家继续跟进一下 现在的中美之间的芯片战 究竟是打成什么呢? 自从美国向中国发动芯片战 也向中国制出很多制裁令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的发展 当然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 中国也没有全盘接受 也制出不同的措施来克服目前所面对的困难 现在到底发展成什么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红片出报》、《正向报》和《沙拉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了 自从拜登政府向中国有关高吞芯片出口的问题 已经制出了不少制裁令 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能够获得一些先进的技术 事实上由于美国的出口禁令下 中国对于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发展 暂时也遇到一些平颈 不过 自中国政府大力地在这个行业里提供政府补贴下 但是中国某些芯片的产能反而是上升之中 尤其是一些低端的芯片 在这样的情况也引来不少的专家所担心 中国会不会利用低端的芯片 在海外傾销 从而影响到芯片的市场呢? 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撤委员会主席 同时他也是共和党的议员加拉格尔 就规同这个委员会的资深成员 当中包括是民主党的拉格尔 在上月底时也去信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就呼吁美国政府要再进一步加强对出口的管制 从而断绝中国能够获得美国不同牌子的芯片 当中包括英伟达、AMD、英特尔等等的公司 不过就不是所有芯片都要制裁 只不过是部分高端的人工智能芯片 目前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 就包括禁止向中国的芯片制造商 出口先进的芯片和芯片的生产设备 还有就是传输速率每秒高达600Gbps以上的芯片 都不能够对中国出口 不过在这些芯片公司为了应对这系列的管制要求 首先就是这家英伟达 就做出了专业度身订造给中国市场的A800芯片 A800这个芯片就是将传输速率 限制在400Gbps 因为管制禁令 是不能输出一些芯片传输速率 超过每秒600Gbps 所以英伟达就首先 学生订造了一种芯片就是专与中国市场所使用的 从而也都可以给到中国可以替代一些高端芯片 而这家公司更加表示 A800也都能够胜任人工智能系统所需要的 技术需求的 而其他美国的芯片公司 看到英伟达这样做 以及也都希望可以 继续在中国的市场里面 赚钱 事实上 中国在芯片的需求 这方面 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有上亿计的 个人电脑 也都有上亿计的伺服器 加上有大量的5G通讯等等的设备 在芯片需求的方面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其他公司看到英伟达这样做 而且也都成功可以 将一些规格较低的芯片出口到中国 从而其他的芯片公司也都照版主管 出一些专业给中国出口用的 当中包括AMD 反正本来AMD有个人工智能的芯片 叫做MI300 所以AMD这间公司 也会调整他们的芯片传输率 据说他们的旧版的芯片 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到中国市场 只要能够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 基本上 这些芯片公司是没有放弃过 他们在中国的生意 另外 加拉格尔更加在信中说过 美国的出口禁令 对这个传输速率的要求 应该要进一步下调 藉此防止中国通过这个 逆向工程的方式 来到去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掌握当中的技术 而今年6月 路透社也公布了一宗消息 就是当时的拜登 政府也考虑会进一步限制 对中国芯片的技术出口 同时就把禁令的 适用标准就托阔一些 不过 拜登政府这个计划 就遭到美国芯片巨头 所反对 英伟达的意思就是这么说 这样的做法就会将美国的产业 从中国的市场里 永久消失 至于美国的三大芯片巨头 英特尔、英伟达和高通 在上个月的时候 也派出了公司的高层 去到华盛顿 游说美国政府和议员 希望拜登政府 可以将一些对华出口限制 各自 而根据美国信息技术 和创新基金会的负责人 埃扎尔就这么说 拜登政府的芯片出口管制 可能现在就已经出现一些变化 都未定的 半导体这个行业 可以说得上是每天都有新的变化的 你需要保持着自己 处于一个最领先的位置 因为当潮流一变的时候 那只芯片就可能会立即被淘汰 都未定的 加上新技术和新的芯片架构 也都每个月都产生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 拜登政府 对这个行业的出口管制做法 也都很可能会出现改变未定的 至于低端的芯片 有人就说 中国在低端的芯片生产里面 看来就成功突围 所以也都因为这个原因 欧洲和美国有些政客就说很担心 中国这样补脱低端芯片的行业 就导致向国际倾销 那是不是会造成倾销呢 我自己就认为 你说造成倾销 那就是你要亏很多钱 还有你亏完之后 你能不能够保持得到那个声势 无论拜登政府是不是忽略了低端的芯片这个市场呢 事实上 美国自去年10月所执行的出口管控措施 的而且确是对中国的先进芯片制程 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也都没有触发到中国政府是为了 获取45纳米以上的芯片技术的能力 更加有一些迹象器显示的 中国的国企更加加速地成熟芯片领域的发展 而根据中国光通信网的数据更加讲到 中国在6月份的国内芯片产量达到321.5亿 同比增长多达5.7% 自3月份以来连续4个月取得正增长 而且增速都非常快 加上这些国产芯片所采用的技术都已经很成熟 当中尤其是以28纳米制程以上的成熟工艺芯片 占比更多达7成 有投行的研究员就分析 这是一个低利润而高交易量的生意 因为成熟的 折点在芯片产量增加 也解决了当前全球制造业 芯片供应短缺的问题 而那些有低端但又成熟的芯片製程 在台湾和日本等先进国家都已经不再关注的领域 更是没有相应的规模经济产生 而至于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7月26日的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一场讨论会上更加警告 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补贴 对于一些成熟的芯片和传统的芯片更是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个就更加需要重新思考 如何和其他国家合作解决 美国商务部长就想和其他国家商讨 如何解决中国的产能 很容易的 你多买点就行了 当然了 他们当然不是想要买 而问题就是 中国在一些较为低端的芯片市场里 可以说得上是佔尽优势 另外根据彭博通讯社就有一篇这样的报道 就说到在2026年 中国将会建设多达26座 从200毫米到300毫米的晶圆工厂 那么多的工厂可以说得上是领先全球 到时美国和欧洲分别只有16座的晶圆工厂 另外中国的国内股市里面 传统制程的芯片製造更加是受到高度追捧 例如中国的晶圆代工龙头 华虹半导体 更加成功在8月7日 在上海证券创货板上市的时候 成功筹集到多达212亿元的人民币 更加是今年中国A股以来最大的一次IPO 更加成为上海创货板开版以来 金额排第三大的IPO 而这间华虹半导体 一向都是以成熟的制程为主 至于芯片製造技术方面 根据中国媒体 在上个月月底也有报道 上海微电子在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 在研发上更加取得突破 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 较出国产第一步的SSA光刻设备 而目前上海微电子更加可以量产 90纳米分辨率的光刻机 至于28纳米分辨率的光刻机 更加是有望取得突破的 不过西方一些专家就怀疑 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因为根据上海微电子过往 也有发布过类似的技术突破的消息 但是到后来就变得不了了之 所以有分析师就认为对这则新闻有所保留 我们一般大众就没办法分辨得到 究竟这些消息的真确性有多少 但无论怎样也好 只要继续有一只好的消息公布出来 或多或少也能使市场对中国的芯片 能够保持着这个信心 从而也能够继续吸引来自不同的投资 当然了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也是来自荷兰的ASML公司 而他们所生产的极紫外线光刻机 是可以实现7至5纳米的工艺 现在 美国和欧洲专家就表示 就觉得中国可能会在成熟制程的芯片里面 以廉价傾销的方式打乱西方的芯片市场 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那对美国和欧洲就会很不利了 更加有来自美国的分析师有这样说到 他说中国很喜欢这样做的 经常将一些本来属于高利润的产品 将它定价定得很便宜 然后就卖去全世界 导致这类型的产品的价格出现暴跌的情况 从而让中国可以抢占整个市场 还说到今时今日都没有办法 可以应对到中国这种非市场经济 如何制止他们的产能 我认为这名研究员实在太天真太傻了 中国一向是这样的 当能够掌握到一定的技术之后 就可以将成本大幅降低 连我们自己都取笑 当中国能够掌握某项产品的技术 而又能够实现量产的话 就会令这项产品出现白菜价的情况 从而大杀四方 但这名战略研究员就说 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否刻意地 使中国的产能出现过程的问题 另外又根据美国的信息技术 创新基金会的副总裁埃扎更加说 中国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 在成熟芯片方面能够倾销全世界 目的就像在太阳能板的市场那样 中国是一个损害市场经济的原则 来到去令中国产生经济利益 我认为他这么说 根本就是黑中国的 不过这个也不需要感到奇怪 因为他是来自美国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技术 同时有的是资源 有技术有人有资源 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 自然能够做到价廉物美 价廉物美得益是什么人 得益就是招费者 但是在西方国家的所谓的研究员 就视之为同水猛兽一样 还说中国这样做 是不合乎市场规则 错了 中国一向都是跟着市场规则走的 只不过中国有的是资源 如果欧洲或者美国 有同中国一样的资源 那就一样可以做到市场规模 这只是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 但是就在西方所谓的研究员眼中 视之为非市场经济 我认为这是无法阻挡的 无论美国要制出多少制裁令 就算现在美国要撤销所有制裁令 令到美国的芯片企业 可以进向中国的市场 但是由于我们看到 中国在面对着芯片科技的制裁风险 自自然然也要保护自己 那怎样保护自己 就是透过大力投资加紧开发光刻机 和芯片技术 从而能够可以在芯片市场领域 保持相对的优势 至少至少不会落后太多 所以就算现在所有制裁令撤销都好 现在中国的政策就已经是如火如荼地进行 根本是回不了头 那好了 关于中美的芯片科技战 今集就跟进到这为止 下节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